观众可在手机屏幕上自主选择不同角度观看比赛,也可根据喜好缩放屏幕画面,同时伴有360度旋转视觉效果。 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令观众赞叹不已,这是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5G体验馆内随处可见的一幕。 而青会期间,该体验馆内设立了5G以来、5G清运会、5G改变社会、5G畅想四大展区,现场免费向市民开放VR、AR、体育赛事直播、远程驾驶等多种5G应用体验,吸引市民驻足体验。 在VR体验区,观众戴上VR眼镜便可踏上一场奇妙的时空穿越之旅,各式建筑伸手可处,流畅清晰的画面让世界都近在眼前。 工作人员介绍,前端通过全景摄像机,对赛场进行360度VR全景影像视频采集,借助5G网络上传,观众便可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。 同场比赛的多角度观看,是通过单独一个比赛,我们同时将现场的那个多录摄像机取的那个现场的一个情况,实时的那个传输到我们那个观众的那个观看的终端,观众可以自主的选择不同的角度来观看相应的比赛。 现场,工作人员实测显示,5G网速是4G网速的十多倍,而5G的到来不只是网速的提升,更让万物互联成为可能。 5G能源,5G智慧工厂,5G防灾,5G医疗,5G云视讯,5G智慧园区,5G商贸等各场景应用,将为人们生活带来更多便利。 5G它产生了,然后速度非常快,我们可以做到很多事情,我很期待这个技术投出公众,然后等待着,等待着新型机构的开发。 我觉得我还是蛮期待的,我也多多了解一下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